山林小道上 巨熊的剧长即将拍在地上 而银月游侠的战马正埋头狂奔 根本就来不及转弯 弯了吗 双引号 夏波莱心中凉透半截 他有些吸迹罗森能够解围 但这念头转了一圈就泯灭了 刚才战斗时间虽短 但力量消耗却如雪崩一般 他一个高阶武士的力量都所剩无几 罗森已经连续释放了好几个超大威力的法术 他的法力绝对已经耗尽了 但就在他这个念头刚刚消散 一个光芒夺目的赤裂光点 从他身侧呼啸着飞过去 一下冲到了巨熊身下 然后爆炸 四星非凡法术 冲击火球 灵巧施法下 直接消耗高达四成法力 达到了冲击火球法术结构能容纳的极限 轰隆 震撼大地的震响中 猛烈的冲击波狠狠撞在巨熊肚腹之间 硬生生将他那硕大的身形撞到了六米的高度 大规模的法术爆发出了可怕的威力 高温的火焰灼烧着巨熊体表外层的泥土护壳 竟强行破坏了其结构 又在猛烈冲击力作用下 将其化作了飞扬的尘土 剩余的冲击力撞在了巨熊身体上 虽然巨熊飙肥体后 但双腿之间仍是不可避免的要害 受此一击 巨熊就发出一声饱含痛苦的嚎叫 那高高举起的熊掌却不止歇 拼尽全力地拍下 可他忘了自己正身在半空 这一掌空荡荡地毫无着力点 却又因为巨大的惯性 以至于身体全躯 双掌狠狠地拍在了自己肚子上 砰砰 沉闷中带着通透的响声中 巨熊明明前副寿掌 后背的皮肤却猛然爆开 大量鲜血和组织碎片从破口喷泊而出 这样的伤势 神都受不住 但罗森怕他垂死挣扎 趁他身在半空 又给了一技无常之力 性落 重伤巨熊已极快速度下坠 砰一声落在地上 明明只有六米高 身体却出现了异常恐怖的变形 就好似从数十米高度摔下来似的 这头体重超两千斤 气势狂暴无比的巨熊 出场不到十秒 就被罗森的法术打成了一团碎肉 别说银月游侠 就连夏波来都吓一跳 罗森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恐怖了 咚咚咚咚 十二匹战马从巨熊尸体旁边呼啸而过 飞快将月灰阵抛在了身后 短短时间内 夏波来已经第二次死里逃生 知觉心情大落大起 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身后又传来罗森的声音 大叔 别放松 寿亡还没死 未必只有一头巨熊 你说的是 夏波来立即大吼 兄弟们 打起精神来 还不是庆祝胜利的时候 说完 他又对身后哈米尔队长大喊 继续发红烟信号 警告沃森远离月灰阵 是 将军 哈米尔立即从胸中掏出信号筒 点燃后 用力朝高空快速抛去 砰 砰 砰 众音号 天上不断炸开一团团的红色烟雾 也许是受了幸运女神的眷顾 之后路上 再没有遇上拦截者 身后那些穷追不舍的兽化人 也渐渐跌落在后面 渐渐就看不见了 夏波来不敢有丝毫放松 继续跑 一直跑到和大部队会合 这一行人 除了被保护在中间的罗森之外 人人身上都有伤 夏波来表面还好 没怎么流血 但他之前负责断后工作 承受了最大强度的攻击 尤其是胸口那一下 被战锤震动了心肺 虽然及时喝下了急救药水 但后续又不断的拼命战斗 以至于药水都没法压制伤势 他就感觉胸间一阵阵的烦闷 喉咙里似乎有血要喷出来 但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 他咬牙强撑着 大约跑了一个多小时 前方忽然传来密集的马蹄声 又跑了一会儿 就看见一队骑兵跑过来 为首骑兵正举着银月宝的战旗 而这骑兵后面 还跟着两个银月游侠 正是之前回去报信的两人 是援军 夏波来精神依松 一直堵在喉咙的血在也压不住 扑地一下狂喷而出 整个人顿时变得十分伟顿 眼看就要从马背上滑下去 罗森急忙释放法师之手 将夏波来固定在了马背上 大叔 你怎么样 死死不了 但是真他娘痛啊 一旁的银月游侠见他这样 个个都身受震动 人人都说夏波来是浪荡公子 只知道玩女人 但对战场上敌士兵来说 无论长官私生活如何不堪 只要在战场上能和他们生死与共 那就是最好的长官 前方两个银月游侠见到这情况 立即加快速度跑上前 然后飞快下马 将夏波来从马背上扶了下来 那领头的骑兵也赶了过来 下马后 报上自己的名字 将军 我是骑兵中尉杰斯 奉扶波斯元帅的命令前来救援 你们情况怎么样 夏波来黑得发青的脸上显出一丝笑意 万幸 兄弟们都活着呢 不对 还有另一队人 在迷宫临探查情况 目前情况不明 他脸上又显出焦急之色 哈米尔队长急忙上前一步 轻声安慰 将军 沃森是经验丰富的老游侠了 他会将弟兄们安全带回来的 那就好那就好我有点 有点撑不住 哈米尔队长 我不在 你们都要听听 罗森的 记住没有 如果是战斗之前 夏波来这话说了也白说 但战斗之后 众人都亲眼见识了罗森的本事 此时自然没有意义 是 将军 哈米尔立即点头 他身上也都是血 但却都是皮外伤 远没夏波来那么严重 夏波来心神一松 眼睛一翻 运死过去 两个银月游侠急忙将他扶住 骑兵中未见状 便道 既然人接到了 那就先回吧 众人都是强弩之末 罗森也只剩下了二成法力 经历大战后 身心也十分疲乏 脑袋更是痛得要命 急需休息 当然 也有不小收获 罗森感觉到 自己对法力控制明显精细了一些 施法能力也已经彻底稳在了五星 一行人继续赶往大部队 这次路上没出意外 大约半小时后 就到了大部队驻扎的营地 刚到营地 营地里就奔出一对人 打头的是个大约三十刚出头的女人 容貌娇好 神态透着一股让人心安的祥和 身上则穿着神殿祭师的白色长袍和方帽子 奔到众人跟前 他先自我介绍 我叫维纳 神殿的治疗祭师 哦 这是下波来将军吗 看来伤得很重啊 他立即转身对身后 蒲从喊道 快 来人 将伤员都抬到我的帐篷去 蒲从将人搬回帐篷时 他又打开手里拎着的木箱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水晶瓶递给罗森 法师 你的脸色很差 肯定是耗费了大量法力 这是神殿秘制的碧兰药水 喝了它 能快速治愈你身心的疲惫 罗森自然听说过碧兰药水 此时也的确极需要这玩意 立即接过 打开直接喝了个干净 然后行礼道谢 多谢维纳女士 这是我的职责 好了 不多说了 我要去治疗伤员了 他一刻也不多呆 转身就走 很快 罗森就感觉药水开始生效 体内涌起一股暖流 快速向四肢摆还流淌 包括脑袋 因为高强度的施法而剧痛的脑袋 经过这股奇异暖流的抚慰后 迅速得到了缓解 体内的法力也开始加速恢复 罗森不自觉微皱的眉头 也随之缓和 这时 骑兵中尉杰斯的声音从身侧传来 法师 福波斯元帅需要最新的情报 如果您还能坚持的话 还请当面向元帅大人汇报前线军情 罗森当然没问题 我没问题 中尉 麻烦你带路吧 时更完成 午饭还没吃 先撤去甜肚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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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